假如我的兒子要跟我說他要當小編 我先打斷他手腳 直播主小編星星職缺夯 故供小編分享乾酷談 Hello 各位上班族全家放完囉 大家年終該領的也都領得差不多了吧 這邊悄悄話討論 現在正式考慮轉值好時機啊 最近的就業市場 可是出現很多前所未有的星星職缺 大致又分以下三種 臉書、IG小編 直播主、Light貼圖創作 因為網路社群媒體快速發展 許多企業將廣告行銷火力炮口 轉向成本低 行銷花樣更多的社群媒體花園 小編和直播主因此成為星星職缺 有美術專長的人 也因為社群媒體更容易被世界看見 投入Light貼圖創作 且遊戲其中之一 依照YES123求職王統計 臉書小編薪資約兩萬三千元 到四萬八千元不等 主管制上刊六萬元 直播主則以娛樂經濟、電商銷售 手遊或現象遊戲公司為主 兼職職缺較多 實行三百元到一千兩百元 若以月薪計算約兩萬四千元起 才抽成智者月入可高達十五萬元 但待遇越高相對也要扛越多業績 賴貼圖創作 因為多半是自行創作抽成 照無相關統計 但若走紅期來增加其他收入 如周邊商品、展覽、授權或出書 那薪水想起來也是不容小覷 欸 看到這裡 離極集心已經準備好的你請再等等 以為錢真的這麼好賺喔 蘋果特別找來這三個領域的前輩分享經驗 讓你知道人算不是那麼簡單 首先請到的是前陣子轟動行銷 武林驚動鄉民萬教 想到用兩萬六千五百元 仿送蓮花試碗吃泡麵的故宮小編們 因為之前也是當記者 然後其實就是跑久了之後 會想要就是去當一個創造者 不是一個記錄者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改行變成行銷企劃 要關心大小事 社會大小事這樣子 你要知道是現在在紅什麼 就用他的話題再去發想說 怎樣結合就是我們要推的商品 或者是活動這樣子 適合當小編的一個特質 我就是喜歡分享 然後喜歡跟人家聊天 跟粉絲聊天 你本身就喜歡就是收集資料 然後你可能也要就是有整理資料的一個能力 大家不要以為就是當小編就是只要做粉絲團而已 你還後面還有身兼很多工作 假如我的兒子要跟我說他要當小編 我便打斷他手腳 紅上網路十分鐘台下要花十年功 探問小編跟苦談 想看更多直播主 賴貼圖創作者的心酸血淚間經驗分享 快點下一集東新聞